来看一下这个伊斯兰党说要提成这个异刑法 对不对 那在今天的这个新闻里面就看到这个伊斯兰党的总秘书 他就在今天呢 就在昨天他们有发布这个记者会 连同其他的这个他们他们的联盟 就一起有这个记者会了 那他就跟他是这么说的 他对群众这么说的 他促请非穆斯林不要插手伊党提成的修正的2016年 伊斯兰法庭刑事权限修正法案动议 否则呢 这个穆斯林也将反对1976年法律改革 这个法令的修正案 我们看看一下 这个1976年法律改革结婚和离婚的这个修正案是什么事情呢 其实是关于这个这个修正案呢 是允许已经改姓伊斯兰教的丈夫或妻子呢 在民事法庭申请离婚 而且禁止父母单方面更改孩子的宗教信仰 所以从这一点看起来好 我们先说这个1976年法律改革 这个结婚和离婚的这个修正案 它是对穆斯林可能会比较不利 相对之下比较不利 如果你要用有利或不利这两个字眼 或者是说可能对于穆斯林群体来说 他们会比较不舒服的 就是说你可以让孩子 就是不要改教成穆斯林 对你不能单方面 如果要的话就是父母亲必须要同一个时间呢 可以改掉孩子这个宗教信仰 是不过呢他就是说这个就是必须一碗水端品 不要干涉穆斯林的权利 因为这个穆斯林非穆斯林完全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很无力取闹的一个言论 可能也不能够用无力取闹这样子的说法 应该是说这个是很很幼稚的言论 就是你最好不要来弄我 不让他我来我就弄你了 对我就不让你通过这个1970年这个法律 这个法律改革这个修正案 我觉得就是这两码是你不能把它混为一谈 你你修正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这个非穆斯林这个什么 这个异性法是异性法 这个修正案是修正案的 你这个异性法为什么这个非穆斯林 当然这个非穆斯林为什么会有些是 会觉得说是会担忧的情况 因为这跟这个联邦宪法很有可能会起个冲突 就像我们之前就是有说的嘛 你一群人你一群人 如果你这个去抢劫里面有这个 有这个穆斯林跟非穆斯林 那你还怎么去判呢等等这些这些东西 就是跟联邦宪法是有关系的 但是这个有冲突的 但是这个修正案 这个两码事情你不能混合着谈呢 我觉得你你你作为一个领袖 然后你说是这样子的话 你让人很难受很想哭 我只是就是觉得这种说法呢 他有一点儿戏吧 应该就把这两个法案看成一个儿戏了 就我们提出是我们的事情啊 你不要来干扰我啊 不然我也会去让你麻烦的 你要看事实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那1976年法律改革 结婚又离婚法令的这个修正案呢 它是如果你在自私的立场来看 你当然会说这个我现在我支持你了 那如果你来改召我的话 我就改召你 你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我觉得你应该看清楚事实的情况 就是说哪一件事情是为什么人家会关注 而不是因为人家关注 所以你去 如果你说你不认同这个1976年法律改革的修正案 结婚离婚的这个法令修正案 你就去反对就好了 对 你干嘛要等人家说 你来干扰我就来干扰你 对这个事情就是你 那你对于这些修正案来说 这些你赠国会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那你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吗 对啊事实上就是这样 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子 因为因为我不爽了 所以我反对你 我也不管里面修正案的那个内容是什么 不关事现在 我觉得现在呢 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可以开始弃票了 就是你开始拒绝拒绝投票 拒绝投票 你拒绝投票就算了 反正我上你去 我送你进国会 结果是按照你爽 你就是你开心 我要投反对我就投反对 然后是毫无理由的 是只要你让我爽 我就我就我觉得我满意 好吧我就支持你 那如果我不满意的话 我管你什么内容不重要 因为我我不是在乎他结果内容 我不在乎他结果 他内容是什么 总之我要的结果 是我心中要的这个结果而已 嗯 那那其实是大家这个讨论啊什么都没有意义的 对 而且其实刚才你说说这个就是非穆斯林误查所 这个非穆斯林也没有关系 你这个不是在分化种族吗 嗯 分化宗教 我不要说种族 因为穆斯林当中可能也是有华人或者是印度人 是呃 只是说你怎么确定 你怎么能够写一个包单 你这个修正案 以后都不会影响非穆斯林呢 也不会影响整个国家的这个司法体制等等的 如果说你有这个包单 以后如果有这样子 我们马上改回去 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你 所以现在大家的心中 就是非穆斯林的心中所担忧的一个情况就是 他会影响他们 如果说 就是说如果真的现在伊朗或者是哈迪阿旺 他能够确定一下 就是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包单 可以这么写的guarantee 有一个warranty或者guarantee 如果真的是哪一天 这个我提倡的这个修正案 改变了现有的这个非穆斯林的生活 或者影响了他们生活 让他们感到不安和什么的话 那我们用回以前没有受影响的 他如果可以写这个包单 我相信没有没有任何非穆斯林会反对他 但是没有人可以感觉到这个包单 我相信他写的这个包单 这个穆斯林就会反对他 对啊 就是这样子 怎么你这么没有骨气呢 不是没有骨气啊 但是你坚持说不会跟非穆斯林有关系嘛 对不对 你这种坚持是口头上坚持 政治人物每一个都是骗子 所以谁能够相信你呢 对不对 你说了就算 你说了就算 你说你今天说就朝夕可以朝夕另改啊 你朝令夕改啊 你早上说的东西 你马上中午还是下午你就改掉了 所以谁能够相信你 对不对 对啊 那我需要的是一个保障 但是既然如果你不能给到我这个保障 那当然人家就会去反 是 而且为什么这个非穆斯林会这么的紧张 是因为吉兰丹给我们这些 给这些非穆斯林的已经是一种 一种example了 你看到吉兰丹这样子 其实吉兰丹 OK 我想说一个就公道一点说话 其实在吉兰丹呢 吉兰丹人其实是华裔 他们可能还挺觉得OK的 没有问题 而且也没有去到真的像外面传的那么严格 或者去到那种匪夷所思的地步 其实是没有的 我本身去过吉兰丹 我也知道他们情况是 我觉得没有去到人家 就是在媒体上那么渲染的一个情况 或者在华社里面渲染那个情况 所以这说句公道话是没有那么夸张 只是说因为可能有心人要制造一种恐慌 让你觉得怕 你看你在被伊斯兰党执政的周术 怎么样怎么样啊 男女不可以就分开做什么东西 可能有一些戏院还怎么样 他真的还是有这个策略 但是就看你本身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没有去到那种很离谱的状况 目前为止 我眼睛所看到的 可能背后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不确定 但是我已经看到是暂时是没有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是对一个政党的误解 是 那首相兼巫统主席纳斯尼尼尼就表示说 乌统会就伊斯兰党提成的 2016年伊斯兰法庭刑事圈线法案的动议 扩大伊斯兰法庭权线斯兰法案的课题 和国政成员党进行讨论 换句话说 这个动议已经获得了很多 就是国政应该是主要是乌统内部的 很关注了 他们真的如果进行跟国政成员党讨论的话 会不会几率变成通过是比较高呢 但我知道国政成员党里面 一路来发表不支持的 就是明镇和马华 是 国大党没有 好像没有听说 什么样的这个意见 那巫统本身就肯定 应该都会支持的 是 不过这个 你跟这个成员党讨论 当然这个马华那方面 当然也是会出来说 坚决不讨论不支持 等等之类的 那我比较好奇的一点 就是说 那这个马华的 这个廖宗来等等的 OK 我不要说名字 就是你出来说 就是 你说你也要反对 还是什么之类的 但是到最后 如果如果真的 巫统跟伊党真的合作的话 把他脸往哪割啊 没关系啊 都已经 都那么多次 都脸没有地方割了 就已经不在乎了 最终要不在乎了 就纯粹就说了就算 也不是说了就算 你能做什么 首先问你 就是你 到最后还是要 以少数服从多数啊 那巫统毕竟还是最大的 在国政政党里面 那如果是说 他们要一意孤行 你投票投反对票 你同样在国会里面 也是一样 多数票都永远是赢的嘛 对不对 少数服从多数 而且有时候还是简单 多数那种就完成了 根本不用三分之二 那就是你马华能做什么呢 你民政能做什么 马华和民政加起来 我相信也没有像巫统 那么多的这个议席啊 嗯 没办法做什么 就退出国会嘛 退出 退出国政是吗 不是退出国会 就是说 我不要这个议席了 我不要进国会 不可以啊 就是今天我们为了政 我们从政 就是为了有一个 一席之地 这个一席之地 有了国 我们才能为人民争取利益吗 那如果我们放弃 是不是我们放弃了 人民给我们的寄托呢 这个应该是过后才说的 什么过后才说呢 一个开始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 我要退出国会 现在这个马华呢 这里面就是没有这个议席了 所以这个 巫统呢 就得不到这个华人的票了 一样了 不单只是马华 所有的政党都一样 反对党难道就不是这样吗 也是一样啊 就是说 这样我们就不要了 全体离席这个国会 这种情况都有啊 总之我觉得这些政治人物 真的很优质 这个优质是看人啊 有些不是幼稚 有些叫无知了 比幼稚还更糟糕 但在这个伊党的 是不是他们就跟巫统会好来好往 看起来好像巫统要和伊党合作嘛 对不对 但是伊党的总秘书呢 他其实他是说 伊党可能是不认同这个巫统的理念的 所以呢 伊党不会和巫统有政治上的合作关系 其实伊党他们一直都在强调说 都不会和巫统合作 对 因为他不能 他不能明说他跟巫统合作啊 但巫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啊 为什么巫统又可以这么大方的说 我们不排除跟伊党合作 但伊党就一直在否决跟巫统合作这个可能性呢 因为这个巫统呢 他是有个强势力量 他是个组的 他是个组 他是个lit 他可以跟你说 我可以跟这个伊党合作啊等等 但是伊党他不能去明确的表态 因为如果他明确的表态的话 他是作为一个反对党来说 他的这个颜面和往哪摆呢 他没把自己定位为反对党啊 其实所谓反对党的意思就是 其实这是一个名字上的翻译啦 英文叫opposition 就是其实在 总之你不是指正 你是opposition嘛 你是在对面的 就是大家对面的 那你就是反对党啦 为什么 反对党听起来就好像 你做东西我反对 你做东西我反对 我反对你 应该算是说 我觉得只要你 在野党我觉得比较正确的 一名比较好 OK好 那你就是在野党 那一个在野党 你一个在野党 你一直就是跟这个 执政的这个政党 你一直好像有这个 偶断失联 这个这样子的关系 也不太好 那在我看来 这个伊党呢 可能就是说 我握着一个筹码 我现在握着一个马来大多数票 就是你这个乌头 如果你跟我合作的话呢 你就是可以拿到很多马来票 那如果这个希腊 你跟我合作的话 那你又有这个证券 你就是至少你还可以稳大稳固 所以呢 他现在算是一个筹码 他不要跟你明说 我不要 我要跟你合作 还是不要跟你合作 呃 这个可能性 可能也许是存在的 另外可能性 也许他有他的坚持 因为毕竟 呃 不是没有没有出现过 其实伊党的前身呢 也是跟巫统有关系的 他们就早期可能有类似的合作过 但那时候还不叫伊党的哈 呃 也是有合作过 但后来也是出来过后 听说呃 就不是听说了 就是据说 根据历史来看起来 就是也是有一些配合的 但是都不是属于一个好的结果 就是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所以伊党可能跟我们合作耶 不是伊党的 可能那个时候 也许是巫统的问题呢 啊 就总之是 那个合作就是不欢而散 那也许对于伊党来说呢 他们有了前车之鉴 而且一遭被蛇咬 那就十年都怕了哈 就接着可能在短时间内 也不会那么迷目张胆 或者是很直接的 就跟巫统合作 因为他们要静观其变嘛 就看看究竟 巫统葫芦里卖了什么药 今天我也会 如果是我之前跟你合作 有很多次 但我一直给你 可能就咬了几口 还是怎么样背后插到 你会怕嘛 对不对 就不欢而散 那现在你就说要跟我合作 我当然会小心翼翼 因为我要考量很多 我很想跟你合作 为什么呢 你是一个很大的这个 这个集团 OK 你有很多利益是可以给到我的 当然我手中也有一些利益 是你要的 那当然你为什么要想跟我合作 是你要我手中的东西 我同样要你的这个好处嘛 但是我会担心 因为我们过去的历史这个经验 让我告诉我说 我可能分钟给你吃掉 都不知道什么事情 所以我只能够小心的看说 我们不会跟他合作 不跟他合作 但是在某一些理念上 你支持我耶 所以我很难去拒绝你耶 对 而且如果这个不支持的话 这个动议很难就是提成了 那这个伊党的这个理念呢 也很难 就是可以通过了 因为伊党其实他们一直都想要 这个伊斯兰性释法嘛 最主要 最主要他们的目的就是伊斯兰性释法 那如果 这是可以跟到武统合作的话 确实就是可以通过这个伊斯兰性释法 不过呢 这个要合作呢 也要看吧 我觉得跟大选来怎么说 都脱不了干系的 是是 那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很快看一个这个消息 就是玛丽亚成就已经被释放出来了 最后有了十天过了 释放出来了 他在这个 他说他自己就接受访问了 说啊 在单独关押里的十天里面呢 没有方向感 没有时间感 因为是24小时都开着灯 那他根本分不出昼夜 然后就都是一直在complain 但是我觉得我关注了一个点 就是首先我要先恭喜玛丽亚成 已经被释放出来了 这也是我们之前就也是一路在谈 为什么他被他被扣留 为什么他被扣留 我们以我自己本身很多疑问 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办法 达得到这个答案 为什么他会被扣留 而且他为什么是被这个 法令扣留的 好 但是他出来过后呢 他有提到说 他有可能会针对这个被扣留而提告 就是会会对抗或者是提告 但是他说 他就是说是可能啊 为什么说考虑呢 如果给我直接告了 我不理了 因为我不明白 你今天你用SOSMA来扣留我 而且那么多知识者也不明白 为什么你用SOSMA来扣留我 我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会被SOSMA的这个提供 这个法令之下被扣留 而且扣要了十天 十天还是这种 这种对待 好像真的是囚犯 那种这个 不是这样囚犯 是这种好像恐怖分子 还怎么样对待 你知道我看到他的报导 是他每一天 就好像上班一样 早上呢就被拉去就问话 问到 然后一天呢 问话可能问到傍晚 到最后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吃饭 你跟打工没有分别 而且就是精神轰炸 我就是精神轰炸 那如果是给我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出来过后 我一定想办法告告他了 而不是我会考虑告他 可能他需要一些 可能他需要一些证据还是什么之类 不是证据啦 就是需要一些 可能层次需要一些准备 那你准备妥当了 充足的这个 对充足的这些理由 就是因为你要告一个人 当然你需要一个很充足 很充足很充足的准备 然后你在有把握的机会之下 你可能才可以告人 可能这个竞选门也没什么钱之类的 钱不是问题 竞选门律事多的是 对这个律师 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这个胜算的关系吧 对啊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考虑啦 就是说如果你一次告一次告 都没有什么 对啊 而且到时候可能又被反押 一口又被招人去管 可能性也存在 所以为什么他说要考虑去告 但是如果说要告的话 我觉得我 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去做的 为什么呢 我们要了解原因 真的不是为了要 要说已经要赢了 还是怎么样 最重要是把事情理清 在什么状况之下 Soxmark可以这样子来扣押人和官员 如果这个 如果真的告上去 他肯定会有些东西需要层次啊 需要做出来 需要解释的嘛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更多的原因了 对啊 对啊